Kent, 為何一人突破? 為何一人突破? Toma 和凌太郎都... 你沒資格這樣說人啊!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學廢青洞 唉, 我回來了 停了一個月多一點, 又是時候回來講Saber 而今次, 為了追回之前的進度 等我一次過講完六集 首先, 我會分開兩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 想講十一至十五集的開頭 老實說, 十一至十三集 完全是看到我想棄了一套 他帶給我的恐懼, 令我不敢繼續看Saber 十一至十二集, 最主要是說言人 繼續想去報仇 想搞清楚他父親發生甚麼事 但是他很努力地打了兩集 劇組甚麼都沒有跟我們說 令整個故事悶得不得了 而在這麼悶的故事進行的同時 另一邊就是日常的打怪獸 而言人是完全打不贏的 最後甚至死亡 我相信之後會復活 不過去到最後, 男主角終於知道 原來之前說到很重要的一個約定 就是三個人要一直在一起 嘩, 真是話出聲 說了這麼久的約定 原來是這樣的事 不過都算合理的 只不過我覺得 他鋪了這麼多集的約定 原來是這樣的事 有些期望落差 然後我很明確要說 我由心底 討厭女主角這個女人 這個女人是黑人真到令人發指的地步 第一, 她沒用 又經常在裝一些濕狗可愛 她什麼都不懂的 她經常做錯事 經常又不明所以 總是放一些可愛的姿勢 她在做什麼呢? 第二, 她無緣無故在指責人 我由心而發要說 言人被她吵的那一幕 真的看到我生氣得不得了 她在罵言人說 為何衝動地走出去 我要說她是完全沒有資格說這種話 因為她經常都是這樣 無緣無故自己衝了出去 言人說了都是一個拉打 她可以自己救自己 但你什麼都不是 根本她是沒有資格這樣說人 再加上 言人為何會想自己過去呢? 就是因為言人自己不想連累到其他人 所以才自己去 她是對言人一點體量都沒有 然後見到言人被人打到重傷 她是完全沒有表現到自己有一丁點的不好意思 甚至簡簡單單看著言人 她都做不到 然後言人走掉了 她第一件擔心的事 不是擔心說 她說言人受傷很重 她走掉了 好像很危險 不是 她是擔心 慘了 自己一定會被人罵 嘩 真是不得了 接著我又不明白了 到第15集 明明全世界都趴在地下 被人打殘了 為何憑著女主 那些心靈雞湯 全世界都可以站起來 嘩 這一幕真是看到我嘔心到 好像一群人 做了女主的兵 WTF 15集有一個位置 她原先是扶著二騎 因為二騎被人打到殘廢 但她一看到男主角 就立即扔下二騎 扶了一家二騎 她是傷了 然後自己一個人 歪一邊站著 嘩 有些人在Facebook 就說 女主角很美女 每集見到女主角 都很開心 很對不起 這個女主角 每一集見到 我都指著我 大罵這傢伙 我真的完全不明白 她這個角色 為何會這麼討厭 在現實中 見到一個這麼討厭的人 真的會討厭她 藉著自己的濕狗可愛 就為所欲為 好嘔心 真是好嘔心 深呼吸 好了 我生氣了 接著就說 15集的後半到16集 坦白說 這兩拍是令我對Saber 重現希望的 首先 我們知道原來 一本全知全能的書 除了記錄了世界的力量 或知識之外 它更加是記錄了世界的結局 類似世界每日的東西 所以這本全知全能的書 應該可以做到一些 蠻有趣的故事 例如說 究竟是誰寫這本全知全能的書 又或者是透過這本書 人對的結局 或者是未來會不會改變 我覺得這些都蠻值得期待 而且揭曉了原來賢人的爸爸 是被那個組織洗腦 洗腦到他想犧牲路拿 即是犧牲女生去做些事 上條大地就很想查清楚 究竟組織是想做什麼 以及為什麼要洗腦 可惜一點就是 海棠直接淪為一個被人洗腦的傻子 我覺得有點可惜 不過我覺得這個故事線都蠻有趣 而我覺得我們男主角 在第16集都說了一樣 蠻有道理的東西 即使上條大地這個人做了多少壞事 但他既然指出有問題 其實都應該出來看看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有趣 亦都期待究竟組織是 把那條孖筋做出來 而另外一個比較有趣的一點 就是暗黑劍裡面好像收藏 所有被他斬死的人的靈魂 可能遲些延人就會這樣出來 然後就是我個人最喜歡的部分 其實我一直很不喜歡 即Saber裡面說到什麼 他同伴之間的關係有多好 什麼東西相信同伴去戰鬥 BULLSHIT 根本一群人沒有相處過 隨便一起說是朋友 說是同伴 別傻了 所以見到他們懷疑男主角 而大大出手 我覺得是合理得不得了 因為他們根本連朋友也算不上 甚至連熟也算不上 所以感動的是 Saber 終於有些合理的東西推出來了 在這裏也推介大家 15集後半到16集可以看一看 然後也蠻期待它之後的發展 今天就這樣 喜歡的影片有Like 還有Dislike 有什麼意見在下面留言 那就是這樣 拜拜